- 開了嗎? - 開了的! - 蛤? - 開始了嗎? - 哈嘍哈嘍,有人嗎? 有人嗎? - 你講說是誰? 火箭的東西是嗎? - 一下子哦! 好,現在我們在的這個地方叻, 就是 Sepang 的國際賽車廠 這個有F1曾經每次每一年都會來, 但是今年最後一年沒有來了啦! 好,現在我們就是要帶大家走一下這邊, 到底是什麼情況這樣子? - 這樣子,現在我們可以看身後叻, 這裡就是他們自己要吵架, 但是這一個叻, 就是R3啦! 好,現在他們也是要準備出去做這個Qualify, Qualify就是排位啦! 就是誰的時間最快,就排在第一這樣子 然後,他有沒有加重量啊? - 沒有,他不知道,沒有關係,就是排第一就在前面啦,就對了啦! 就排位賽,看誰的時間最快,就會排到第一名! 然後,今天是Qualify,明天叻,就是開始比賽啦! 沒有,比賽叻,就是跑1000km 就是1,2,3開始,他們就開始算 1,2,3是5km,大概走8個小時 他們煞車了,煞車準備要出去做這個Qualify,然後 很大聲一下! 因為高壓力的關係啊,很難開始! 聽到聲音就知道了! 好,現在我們,明天叻,就會是那個重要禮拜, 從12點開始! 12點,就是12點啊,記得! 12點會開始這個比賽! 入門票的話,你們可以去上網看一下 就是Sepang的網站,你們可以看到 怎樣買票或者是怎樣啊,都可以! 好,現在我們去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 有沒有講到1000km? - 有啊,講啊! - 怎樣講呢? 我還沒有講完啊! 1000km,誰先跑完1000km,誰就贏咯! 就是這樣咯! 第一個跑完1000km的車,他就是贏家這樣子! 其實呢,我想跟大家解釋一下了,什麼是1000km的嘛! 以前有耐力賽是跑12個小時的,12個小時太多車了! 然後,有2000啦,以上啦,或者是GT啦,太多車了! 然後1600組是頂著人家嘛! 對,因為1600cc的車慢嘛,對不對? 所以分開出來是跑1000km,耐力賽的! 所以是1600cc跑1000km的! -對對對!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Sepang,1000km,就介紹給你們,知道呢,Wing Hing! 大家有聽過Wing Hing嗎? Wing Hing,我聽過啦,以前啦! 我是在那個加蘭6U啦! 旁邊有一間叫Wing Hing,我不懂這麼憨,每次外面有一個跑車的! 我小時候在,對,對,對,然後用那個巡人中學隔壁這樣子,有一個學校了! Malaysia Wing Hing,其實它是DRD的總代理來的,然後有4個車隊了! 對,所以它的車隊其實,也是在Malaysia有10多年的時間了啦! 10多年了? 大概是2000或是2001年,已經誕生這個車隊了的! 對對對! 不如我們去看一下他們的車輪啦! 今天我們有一點特別啦,我們就是可以拿他的車來看! 好,來! 在我們舌頭呢,就是他們的三輛單車,今天呢,他們會出三輛單車! 然後因為,因為Vios有來參加這個1000km,但是1.5跟1.6又不能參加一起跑哦! 所以他們就特地開了一個叫做Vios Cup,對對對! 所以是全部的1.5,Toyota Garzoo Event 那個車去參加的! 來跑這個比賽! 對呀,它讓Malaysia的那個賽事更加盆勃這樣子! 所以我們身後咧,就是Wing Hing它自己改出來咯! 對對對! 所以這個EVA是1600組嘛! 所以它的Vios是1500,然後引擎是DRD改的! 對對對! 然後因為,你看啊! 兩個車不同顏色嘛!對不對? 你看看那邊的咧! 那邊兩輛咧! 那邊兩輛啦! 就是之前Doyota Garzoo Event的1.5組! 但是1.5組可以跟1.6一起跑哦! 所以他們做一輛,跟日本的TRD合作,做這輛1.6的! 啊,就在後面! 而且聽說啦,這個引擎啦! 是到現在還沒有面試在那邊量產的! 就是,引擎外面找不到就對了! 是日本特地剛剛做好了,研究好了新的東西! 就放過來測試這樣子! 有點類似那個A186Supia進行那種啊! 但是沒有誰前轉啊! 類似那種了! ROOM A引擎啊! 就是沒有賣,沒有賣出來的! 你賣不到的,你買不到哦! 對對對!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輛車! 大概咯,是個外型咯! 就是差不多咯! 只不過它有黏的Sticker咯! Grain Hang的Stickle咯! 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輪胎用著? 15吋! 15吋嗎?對不對? 對,15吋! 然後AP Racing 大貓魚咯! 畢竟啊,是跑1000km啊! 還有耐熱啊! 對對對! 大概是8個小時多! 怎樣想算? 怎樣想算1000km咯? 18一個圈,5.53 你要怎樣算1000km呢? 一直跑跑跑跑! 跑到1000km就要181個圈,你知道嗎? 對對對! 181個圈剛剛好跑完! 對對對! 所以你知道有多長嗎? 所以那個Black如果不耐啊! 就活血料了咯! 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來看後面! 這輛車後面也是有安療濃度 要知道兩個是什麼嗎? 這兩個就是 但是呢,當你的車一進來 很省時間那時候 很像那種F1啊! 你一進來 他們就要去打油了! 對對對! 這輛車 所以要省時間,不是很像油站啊! 你開那個蓋去打嘛! 打一個蓋去打啦! 不是那種了啊!已經 打油了! 直接打進去了! 有一種在下面! 這個就是什麼嗎? 這個就是i-jack 它打風進去 它的車旁邊有四個東西 就上去! 來,我們給它看下面! 帶它們下去! 帶你們去下面看! 你看它們一開就是 它有時間上來 不用再用本手在門蓋咯! 好嘞! 對啦!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好像我們進PIT的時候 就是 他們每次會 就是要慢慢 不可能啊! 你一車一進來 我慢慢在那邊YAC的嘛! 對對對! 人家進來還要在那邊 沒有吧! 他們一直在打那個風 怎樣扣起來!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換帶啊! 省時間啊! 對對對! 哈哈!你看就是這樣放下來的! 後面也是有防爆牙箱啦! 還有防爆的油箱啦! 就是在你遇到什麼衝擊的時候都會 抑制掉啦! 那個牙箱 那個油箱不會爆掉啊! 然後你看後面禁止它也是 因為通風啊! 因為你要知道 其實賽者是沒有冷氣這一次的 然後馬力西亞天氣也這麼熱! 對不對? OK!來!我們來看前面! 他們已經準備好 差不多要出去曬了咯! 對! 所以我們再次高級 所以我們再縮短,再縮短咯! 縮短,快快快! 不要這樣講裡面咯!還是講外面? 一下子咯! 講著一下! 還是開模的咯? 打油! OK!我們來看他們打油! 這個是跑這什麼油啊? 97,Batonas 啊!Batonas,97啦! 給他一! 哦!就這樣放下去! 哦!哦!哦! 有漏油了!漏油! 哇!好快咯! 20L! 20L! 就這樣倒完了咯! 20L就倒完了一下子了咯! 20L就倒完了一下子了咯! 差不多一樣啊! 差不多10秒! 10秒時間20L放進去! 來! 來!先上! 而且他們準備出車了! 準備出車! 剛才我們講的這輛車咯! 其實這輛車就這個! 摸一摸! 來!我們來隨便跑,問一下! 來!快快快! 人家出去做Qualify喔! 所以你覺得這輛車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一個沒有在四邊上過! 很新鮮感! 很新鮮感! 對!新鮮感! 因為這個引擎是外面沒有的嘛! 對對! 這是第一年來跑1000公里的車! 第一年啦! 對對對! 不過我想問一下你要這輛車跟平時那種 告訴 Pulicic 以為那個車分別大嗎? 分別很大? 分別很大嗎? 因為我們的Ratio跟引擎是不一樣的! 啊看來改亮! 喔OK! OK! 出來了! 喔! 脫車給他一點點醬! 歪歪! 他們真的忙了! 所以其實我們是趕叫做人家! 你知道嗎! 他們出去了! 我們出去做時機啦,就是··· 他們戴帽子要出去了哦? 現在他們車隊的工程師呢, 就是在幫他們設定好車,刪好車, 全部車走一上去就開始出去了 所以啊,有時候哦···很多···很多··· 是說玩車剛剛開始,玩車很多人放了煙掰啊, 放了誇張啊,就··· 就以為自己是跑車! 其實不是啊! 這種車子真的去跑的時候? 這種車子是在跑車的! 看在裡面,一下子下一個! OK,你看啊! 擁有··· 下面那個,這個東西,這個東西! 就是該驗證起來的! 好,你看這個車的迷戴,已經不是用回傳統那個標這樣子, 他們都是有電腦程序在裡面的! 跑著多少RPM,你的引擎有沒有OVERRAP, 全部東西,資料都可以在那個地方! 這個電腦裡面一個USB插進去就有了! 又騎那個車了! 然後呢,這輛新款一點點,怎樣講呢? 很多呢,他們跑車中間有那種Sys的嗎? 按上下,上下,上下! 對對對! 這輛是電子的啊! 完全是電子的啊! 這樣你一個FU BUNDER壞掉了哦! FU BUNDER壞掉了哦! 它自動幫你轉一個FU BUNDER! 所以不用怕了哦! 電子而已! 然後我們來偷偷看鏡在裡面! 然後因為1000km啊,很熱嘛! 你們要在車裡面那麼久時間,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在裡面! 所以它裡面旁邊有一個冰桶,它在電腦的下面! 那個冰桶是會有一個冷水,一路進到那個搶車手的衣服裡面! 然後它就會,這個就是電腦! 就是他們的攝錄器,所有的控制都會在這邊! 要跟他們講話啊,要按水盒啊! 要有flush啊,所有的東西都會在攝錄器上面! 而且它的攝錄器也是那種調過了的,不是那種可以放下的那一種啊! 可以快踩! 然後也是有HUNDAS啦,這些全部都是有FI Ayrton的! 還有哦!一樣咯!也是有那個防滾架咯! 防滾架其實咯!就是跑滑车! 滑车現在會硬度比較好! 然後反車上車也是跑回到你的! 啊!防滾架咯! 然後HUNDAS也有其他部分的! 因為你跑時的話,一個小時啊! 它要喝水啊!那些啊! 有風扇啊!全部都有HUNDAS STELLING! 你不然可以按了喔! 其實我們當然卡轎這個人家做工哦! 其實不要卡轎人家! 這個咧,這個就是content去你的那個帽子,然後去跟radio跟拍, 在拼這個工作人員講你要做什麼問題! 可能有時候他們也是可以拿來聊天,沒有這樣寫啊! 對!好,我們去講1.5的咯! 可以開BONET一下吧! BONET啊!你要開! 不要緊張! 我們一起來看這個車的外觀 好,這是我們車主的號碼33號 我跟他們要求到開BONET了,一下子 嗯! 就是這一個嗎? 以前一點的力度 到現在很久都在市民上的理念就是這一碼 車輛車輪胎 靠近一點,靠近一點,太大了! 驾驶 -OK,這兩個招式叻,一個就是實火咯, 一個就是滅火筒咯,電子的! -對對對,什麼是滅火筒咯? 就是當你車發生事情的時候, 外面的工作人員,只要你困在裡面, 可能你的車出不來什麼? - 著火! 只要你按那個水槽,車到那個地方都會噴滅火器這樣子! -也會把你實火? -對,實火就是那個MASTER Q水槽, 就是它一打,所有的電都會斷掉! -所以不會是怕著著火之類的事情啦! -它會比較安全! -所以Bonnet也開買給你們看了哦! 其實它是1500引擎來的,但是是TRD改的! -對對對,可以然後去跑10.6咯! -這輛車也解釋到很多了咯! -不如我們來看普通的還OK嗎? -普通的,來來來來! -欸,普通的就沒有聲音了咯,你知道嗎? -完全差很遠了! -差很遠了咯! -回來這個清明世界! -好,來! -就這輛,這輛不要咯! -這! -這輛就是Rota Garzo Racing咯! -就平時應該一年裡面有四場比賽咯! -就是徹底改來跑這個活動的! -對對對! -也是Way Hing主辦的啦! -對,Way Hing主辦的啦! -其實講真啦! -我們這個比賽咯,不是兜車有幾塊,車有幾厲害! -是兜車的,那個車手啊,的技術! -技術! -對,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強調的一件事情! -因為很多人講,哇,這樣多輛Vios跑在一起,有什麼好看? -這樣慢?什麼什麼? -其實最好玩的,這樣慢你都可以分前後啊! -所以那個車的駕的人啊,那個技術才是最重要的! -就算你給我更快的車啦! -給我也是沒有用啊! -因為我駕不到! -因為我駕不到! -我給你一輛Finaline你駕啦! -你不會駕,駕不到,也是慢過人家駕Vios上 -因為人家有的是技術,真的! -我們一樣也是來看看,是他跑1500的 -他們自己的Vios上出 -也是一樣咯! -你也是配回115吋,然後Dial也是一樣 -所以他一定要改大了! -如果跑完這場S1K,然後也是要改回去了! -然後去跑那個Gazoo Event -對!對!對! -因為1000km啊,很Dial啊! -然後我們可以看後面啊! -因為這邊有四個車手的名字 -就是因為他們有四個車手輪流完整個Event -很像一個小時要換一個車手咯! -對!一個小時要換一個車手咯! -然後換一個人,就換到第二號車手咯! -然後第二號車手回來換第三號、第四號 -所以一個車手會駕兩個小時! -但是... -那輛車... -那不是哦? -兩個小時? -沒有,兩個車手,所以他輪流換輪流換咯! -一個阿伯駕兩個,會又換另外一個,換另外一個 -所以,一個車手要駕四個小時這樣子 -它規定了咯,一個小時你們一定要換一個小時嗎? -對,一定要換一個車手 -不然等一下有一個人會虛脫,因為流汗流很夠力 -騙了啊! -寶貝,寶貝,寶貝 -韓馬山道出去喔? -還不要出去喔? -現在準備出去 现在他们在跟那个 radio 的人沟通,跟他讲, 等下什么时候做时间,所有东西 然后,现在一看他们的车啊,旁边有很多进入住, 因为是没有冷气的 所以你不要想是有冷气的东西 所以是很热啊,里面北京西亚天气也这样热 所以他们等下有那个bike,看到吗?在旁边 他就是把那个风挂进去车里面,不然真的是很热的 所以他可能也希望你给他 的东西 蛮由门鱼盆是什么有风挂 人家会跟那个温鱼盆是你的 plutôt不少 人家会是最好的温鱼盆 你别去就觉得近一点点 好,有点没关系 好,有点真好 就说吧,是真好 这边就是跟这个温鱼盆 很체적 最好 不像温鱼盆 责任鱼盆 这么多了 因为你不得 float 他们现在要stamp by 出去,stamp by 所以,现在等那个race control 那边讲可以出去,然后他们就会出去了 应该会暗号的很像,然后一个男人暗号 对对对,会有一个声音,因为现在还红灯 好,我们看一下这边,这边也是车手准备要上车,然后要出去走回来 但是有加roll cage,有放椅子,全部东西,让整个车更加安全,让你去比赛 所以记得记得,永远要讲一样东西就是,这个Toyota Vios 叻,它不是给你拿来斗快跑什么东西 它是讲的就是车的车手的技术,这个是最重要他们要提倡的东西,就是这样 还有啊,其实啊,呃 不是很多人也知道winking 这个,其实你们真的要记得winking 是什么? winking 就是专改Toyota的TRD的总代理,你知道吗? 对对对,马来西亚总代理 只要你讲到TRD就是winking 啊,简单来讲 所以其实你们要记住,你知道吗?要记住 好,现在全部车手准备出去咯 我们一起等一下,你们不要走先啊 等下他们会出去,然后在那边等,然后直接冲出去了 不管人家看,那声音完全不一样啊? 这个前六它左右啊? 真的三点啊? 这个完全是没有声音了,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你看啊,差100cc到底差在哪里啊? 真的差很多! 而且改装那个tuning啊,你的牙箱齿比 齿比就是,就是说你的牙箱如果mid的话 你转让它就很快 deploy 但是我一想到GRD引擎找,就想到头温字体了 所以那个对白是怎么样了? doo floor 咦,在 jegаютように24号了 CRMD 那个不够经典啊,我觉得你要经典, 衣服该有。。。 要买一样千斤,要买一样去乡, 细发败到头啊,类似吗? 但是没有这样高线转啊! 所以这辆车只是少了那个打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原装嘛,其实很省油一下的,只要打一次油, 跑以前可能要打一次油不了! 所以它没有那个,因为他们改装过嘛, 所以它们很吃油啊,所以它要拿那个东西, 它就要砰进去,立刻打油,然后又再出去嘛! 但是这个因为,它打油的次数少了啊, 所以它可以用普通那个来打,就是普通我们那个,你看那个桶是打油桶! 右边上面那个,那个银车两个,那个那个那个 没有,那个是普通车的,然后这两个呢,就是他们的打油桶啊! 前五的啦!前五的!前六的是那种哦? 前六的是那种,大力的! 我觉得今天的直播应该也是差不多了,因为毕竟他们要出去的, 它太吵了啦! 不过你们真的想看比赛,今天是Qualify,明天你们要看比赛是不是? 明天中午十二点,十二点,开始上进了! 跑到晚上八点了,八个小时多啦,八个小时多啦! 明天中午十二点开始跑,你们十一点多到啦! 如果是Granstep我就不知道要不要收钱咯! 但是记得啊,你可以去Sopang的网站啊,或者去Winkan那边看这样! 我们的那个,你们要讲买票或者是讲进来,你们可以在那边找到很多资料的! 耐力线,明天记得来看耐力线! 真的啊,不简单啊,每个车手的体力都会消耗很多力哦! 你想想看,你这边驾,我试过啦! 我试过驾一两圈啊,在里面啦! 我的流汗流到底裤里面吃掉哦! 你想在里面驾一个小时,哇哟! 回来我收掉哦! 下午你知道吗? 下午啊!你看那个太阳,我都不误会了哦!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啦! 记得啊! OK,拜拜! 诶,记得分享跟分享啊! 啊啊啊啊,记得分享一下啊! 记得跟分享跟分享啊! 对对对对,thank you thank you! OK,现在有一个特别的东西要送给你们,就是要看他们出去,OK? 送给你们的! 给你们知道一下,他们准准3点叻,就会出去,现在的时间是。。。 还有1分钟,多2分钟这样啦! 前后你开始听到很多,很多刹车的声音,因为他们准备要出去做他们的timing,做时间。 因为他们有时,早处有早处好,迟处有迟处,早处勒就是,你做了timing,不对你回来,你还可以再做一下心理准备,或者是你的车可以做一点小小的调教,然后又再出去做一个更好的时间。 就是,你越早处,你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你就可以改变。 但是如果你很迟处的话呢,你就没有机会改变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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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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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下車場的車開始出來 他們現在丟出去哦 來,我們來看一看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現在就在我們的直播啦 OK,拜拜,記得Like 跟Share 還有Comment Comment一下給我們知道你們有什麼感想 你們會不會有興趣 來看這個比賽這樣子 記得支持我們的專頁,記得按讚啦 記得按讚啦,一定要Like啦,記得要Share啦 OK? OK,好,拜拜 好,拜拜 好,拜拜 OK!!!